今天我们受辞报官再见 大家要放下家里面的事情 放下内心的贪嗔痴 执着的烦恼 放下不该想的 不该做的 不该思维的 我们要安住在尽头 安住在佛 佛的身口意里面 好不好 佛的身口意是什么 佛的身口意 最究竟的 就是慈悲这两个字 可是为了显现慈悲 没受戒你怎么显现慈悲啊 有些人照顾流浪狗 但是他执着狗 他不喜欢猫 有些人喜欢念佛 但是他不放生 有些人喜欢诗诗 但是他不读经 那你这样子怎么帮助一切众生啊 我们所要关心的是 这个六道友情 佛陀在一本经书告诉我们 他之所以 来到这个人世间 他不是为了猪来的 他不是为了鱼来的 也不是为了人而来的 他是为了整个六道众生来的 他是为了你们家的蟑螂来的 他是为了你儿子来的 他是为了我们祖先来的 他是为了我们祖先来的 有没有啊 佛陀有没有为你来啊 我有这么伟大吗 佛陀为我来 不是你有这么伟大 是佛陀伟大 我们哪有伟大 是佛伟大 那心刀太虚 量宗杀戒 就把这个慈悲真实的意义 落实在我们身上 整个众生的身上 所以一定要慈戒 所以今天我们受此一日的八观灾戒 力量 功德 福报 那你没办法想象 没办法形容 没办法说啊 为什么 因为一辈子的修行 不独一日的八观灾戒 那我们光这样想就好了 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一辈子的修行 那你一辈子的修行 你每天读一部地藏经 读了五十年从不见断 作风太太 然后从不见断 五十年力量大不大 有没有羡慕 有 你 在家里面用功 如今 有没有持续不断 有没有 有没有间断过 有 一定有间断 我也有间断 我每天一部普门瓶 我就间断 一天一部普门瓶 我就断一羊 因为我忙啊 我忙的连络羊啊 我忙的八观灾戒 我忙的赶路啊 但是我的佛号从不见断 佛号我来守得住 所以我们 一定要对自己的修持 找一个开始念佛 或是词咒 或是简单的心经 或是大悲咒 从不见断好不好 好 不见断代表佛法在你身上 萌芽啊 延续啊 所以佛法身三宝 作业不失忆啊 所以五十年的地上去 不如一日的八观灾戒 那你的福报你要怎么累积啊 最快的八观灾戒 那你供养 供养十方三世诸佛 啊 释迦牟尼佛现前啊 你哪里最喜欢吃的 供养佛陀你高不高兴啊 高兴啊 福报大不大 大 那佛陀就这样比喻啊 我们现场这么多人啊 一百个人都成为佛陀 你每个人都供养五十块 啊 你怎么睡得笑的 会不会 很高兴的啊 那比健康更快乐啊 佛董说这个 这个功德不大 最大的功德是持戒 所以布施 有福报 不如受此栽间 供养三宝有福报 大获于布施 那持戒的力量功德 大获于布施跟供养啊